謝謝主席 請李主委 來 請李主委 委員長 早 最近人民蠻苦的 電價要漲 現在連掛號費都要漲了 那重要的防線就是公平會 請公平會這個防線一定要鎖住 好不好 我問你比較具體的 今天早上通信的新聞 雙北 光是雙北 台北市到新北市就有265家的醫療院所 準備要漲 掛號費了 裡面新北市170家 台北95家 這個事情主委 公平會要查嗎 會查嗎 我們會去了解這些漲價的情形 那因為每一個醫療院所 它漲價的原因很多 如果是公同核 要一起漲 要漲多少 這個在公平法絕對不允許 主委 你剛才說的 要查依照你們的規定就是 有沒有橫向 有沒有趨異性 像剛才說 頭上那兩種緊急立法 對不對 它就有趨異性 有橫向的聯繫 現在看起來 趨異性有了 對不對 看起來蠻多的 是不是查一下 這我們會來了解 有沒有聯合行為 這我們來了解 我們很明確的 跟我們的全國民眾講 公平會現在要去瞭解 雙北為什麼這麼多的醫療院所 準備要漲價了 是 我們會後 這個防線要鎖住 我們希望很快有結果 馬上回去就做了 會後就去查 會 會去瞭解 會後就去查 OK 去瞭解這些 醫療院所 因為有一些是關係企業 或者科別 地理區域 各方面都不太一樣 我們會來了解 主委 謝謝 那現在看起來人民最關心的 就是健保會 會不會一奧風 在社會界跟心理講 就所謂破窗理論 你現在這個事情查不好 兩百多家一漲 全國就漲了 人民真的很苦 好不好 一定要鎖住 那我們具體的問你 除了要去查 新北跟雙北這個之外 你們有沒有什麼 很具體的動作 具體的行動 除了你剛剛講的 請衛福部要注意之外 你們有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全省各地的 這個地方的衛生單位 都可以合作 如果在他們所轄的 這些醫療院所有這個 不合理的 或者是有異常的情況 我們會緊密有一個 這個合作的機制 那當然我們同仁 因為掛號費多少 基本上是透明的 網路上可以查 透過這些機制 我們也可以來了解 所以科別 地理區域 是不是關係企業 還有他這個 漲價的情況 這個都是我們會掌握的問題 民眾感觸最深 那是不是 民眾會 檢舉的話 你們這邊有怎麼樣 是不是有個什麼 我們也歡迎檢舉 謝謝委員 我們歡迎檢舉 檢舉獎金很高 這個只要讓我們啟動調查 最低就從十萬塊起跳 那我們會根據檢舉人提供的這個證據的價值 分別有這個十萬到一百萬 十萬到一千萬 假設被我們查到超過五億以上 那個獎金可以到一億 那我也在這裡 跟各位 宣傳 我們的那個檢舉電話 二三五一 零零二二 歡迎各界檢舉 所以就是民眾 現在看到發現 國安會漲太高了 或者是不合理 可能有聯合 聯合壟斷這個行為 聯合漲價 就跟你們檢舉 你說最高的是 就是漲價 那個別漲價不是我們去規範 但是有聯合行為 可是他只要注意到有問題 他就當吹哨者嘛對不對 民眾就可以跟你們檢舉了 你說通關的是一千萬 我們這樣啦 你就減過我們 覺得好像有這個合理懷疑 啟動調查最低就十萬塊了 最高可以到一億元 如果他有具體的試證 我們分三級 有幫助我們調查的這種證據 我們十萬到一百萬 如果這個證據是間接證據 那可以這個十萬到一千萬 如果是直接證據 一目了然就得到這個聯合的證據 那就是十萬到兩千萬 會看我們罰款的額度 來決定獎金的多少 好 所以現在是全民跟公平委 七所合作對不對 防止這個不當的這個漲價 包括什麼最高的這個獎金有30% 我們如果罰到五億以上 最高獎金可以是20% 最高獎金可以到一億 就是20% 獎金的額度20% 公平會一定要鎖好這個防線 另外一個我問 電價的問題 這個防線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案子啊 公平會是不是神助攻 齊凱這番神一直在提醒 電費要漲之前 好好去跟民間的電廠檢討兩個 九家民營電廠買電 是不是買太貴 跟太陽能發生那麼多弊案 到底裡面有沒有買太貴 弊案怎麼發生了 要重新去議價 公平會現在跟九家民營電廠的官司 現在公平會贏了是不是 發文因為這個 這個當時我們是處分這個 有九家聯合的行為 那聯合這個違法聯合這個事實行為 法院是認定的 這部分我們是申訴 只是說我們每一家要罰多少錢 法院認為我們這個法反的認定 還有問題 所以針對法反的部分請我們在斟酌 等於經過法院包括長久的訴訟之後 認定了 法院認定台電是可以去跟這些民間電廠 甚至太陽能這些購電公司 好好去談議價對不對 現在只是台電要漲價之前 是不是應該好好去談 先去議價 我想台電跟電廠之間的一些 也許有一些訴訟 或是有一些契約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不是很清楚 但是針對九家民營電廠 在當時十幾年前 他們聯合起來拒絕跟台電 這個重啟這個契約的這個談判 我們是針對這個聯合處分 他不只是占台電的便宜 他是占我們人民的便宜 現在人民在反感的是什麼 現在台電一直虧損 就包括這也是造成虧損的一個重要因素 虧損完之後 人民要付錢賬電價了 結果民間的業者賺了錢 那公平會這個助攻非常重要 你們罰了他錢 現在經過長久的訴訟 十幾年最近定案了 最高行政法院 包括憲法法庭都判你們贏 對不對 就是他們有聯合行為 這個已經是確認了 那接下來要問的 你們要罰他多少錢 我們目前是 因為這個案子打了這個很久的時間 目前還在行政訴訟當中 那在這個罰款的部分 法院希望當事人能不能有一些磋商的機制 那目前也在這個訴訟法上在進行當中 這個案子很重要是因為現在要漲電價了 所以本席今天為什麼問這麼重要的一個問題 當初九家民營電廠跟台電講說 我的燃煤價格 我的天然氣漲了 所以你要多給我一點錢 可是這一邊 當台電提出來說 那你的利息要從8%降到2%的時候 後來台電讓他這邊漲了 可是他食言而非了 他還聯合行為嘛 所以這個是對民眾來講是非常重要 台電應該積極去爭取 現在不是急著漲電價 先去看看跟九家民營電廠 到底這個合約要怎麼訂 如果一年 因為他的 他被你們處分這個 一年如果有10億到20億 十幾年下來 有一兩百億再回到台電 那就不用上人民的價格啦 對不對 我們你們神助攻 我們現在呼籲台電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你們當務之急 就是好好跟九家民營電廠弄清楚 他到底要罰多少錢 你們本來是要罰63.2億對不對 總共加起來 總共加起來 那現在改罰60.7 什麼時候可以確定 到底要罰他多少錢 我想這個要看這個法院 行政法院這個處理的情形跟進度 就是最新的進度很明確 他有聯合壟斷的行為 對不對 這個聯合的事實是確定的 事實是確定的 那罰還到底多少是還沒確定 那大概多久以內罰還可以確定下來 我們的了解 三月份法院會再開庭 那就是看法院的這個審理的速度 來看是怎麼樣 謝謝光平會的神助攻 這個防線不管是掛奧費 不管是電價一定要鎖住 幫人民鎖住這個防線 好 謝謝主委